我本来是在这里上面一个独立的 我们三个 我们是四个这个 但那我现在我的位置呢 在那个树里面改变了 我drop到里面去 我就变成你那个物件下面的一个child 所以这个 用这个方式来做 当然你不建议要把它放进去child 你可以让它立刻消失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但一般来讲 如果你后续还要处理的话呢 你就把它做appaint child 所以这个 这个是 drag drop 这个看起来很像 大家可能没有做过了 可是如果jquery的drag drop 你也可以去看 jquery的drag drop更简单 jquery在jquery UI里面 jquery UI里面那个singroller里面 你可以去做这些 这个更简单的 那接下来 我再看几个了 哦 Canvas 这最精彩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再 另外一个tutorial更完整 这个Canvas当然是最简单的Canvas 我create一个Canvas的话 就是 有一个CanvasID 要给它一个ID 好的 Canvas的宽是多少 高是多少 因为画布嘛 我们在里面要画画 画画它宽跟高 画布是多少 那 呃 然后呢 你要你在里面要画 画东西又怎么画 如果是photoshop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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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flash的话呢 在前面以action script来画 对 有些画完以后 就是action script来控制 那在这个 在Canvas里面呢 那有关于画画的控制 当然用什么来控制 用Java script来控制 那它在这个里面 它就很简单 就是get一个element get my canvas 然后呢 把它只是fear rectangular 这个 这个 只是把那个画画 全部染红了 把它染红这样 就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画布 但是它没有全部染红 它 它 在这一块 这个范围里面 做一个Retangular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Canvas 就 那后面还有 后面我会看到很多了 只是先让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 HM5里面的 这个最基本的 这几个东西 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那SVG SVG的 SVG绘图是什么 SVG图是什么图 向量图 向量图 scale vector of graphic 跟一般的 跟这个Dometrics的图 有什么不同 在Photoshop也有 就是你一般的图 一般的图 你扩大 放大缩小的话 你的resolution 就会改变 对 不清楚 或是这个 或是缩小 随着萤幕 resolution会变 那向量图呢 因为它存的 不是存 存这个Dometrics 它不是存这个 存点 所以呢 它 它是存这个几何的图形 SVG存几何图形 所以 你放大缩小的时候呢 它那个档案大小也不会变 然后呈现的那个 轮廓也不会变 SVG是这个 scalable vector graphic 这个是 SVG是一个 WCC的标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 这里中文最介绍 最好的内容 应该是你们学长写写的 就在我们宅学习上面的 那个共同笔记里面 有关于SML的标准里面 大概 因为我们开过好几年的课 所以写的比较好的 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宅学习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有好几个SML的东西 但中文的 他们 以前学长姐都比较认真一点 整理的还不错 但如果同学这个学期 要修改共同笔记的话 你也可以修改 修改了以后 我们最后期末导会问你修改怎么写好 然后当作加分的这个标准 当然我们系统都有机制 不要说你没修改就修改 每一个助教都会还去在check 因为大家修改的东西都会在上面做记录 但你不要 你不要copy一大堆东西 贴到某个东西 也不要把别人的 当然贴错了 我还是会把你改过来的 不要做 你要修改就是把别人不好的 格式不好的 或者是内容不对的 去把它做修改 不要又去剪贴一大堆东西 把它贴在下面 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 我会帮你扣分 这个 已经里面已经OK的东西 不要越修越烂 这个 但有一些是不太好的 那你就去修 但是 如果是别人已经好的的话 你要修 修文字也可以 修表演话也可以 那也算你修了 那不要去剪贴一堆东西 就把它给丢上去 那这个 我们现在比较要重视那个品质了 不要 不要把好的变坏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 大家共同笔记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是做一个加分的 如果说 如果你对某一个技术 你要深入一点研究的话呢 那共同笔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口 可以去看看 然后再 当然 收集网页资料 变成你自己的笔记 共同笔记并不是说是 是谁的笔记 你修改就变你自己了 以后你要参考也可以用 因为大家都有账号嘛 就可以去做 去做一个更正 有一些学长姐 是经常在那边 某几个项目 不是经常在被更正的 很可惜的都是不算分以后了 来更正的比较多了 在这个 在休课的时候呢 去做更正的 去做这个的 都是被强迫的 通常是越更正越惨 内容越惨越惨 但是在不休课以后去做的 通常都做得比较好 符合人性 自己去做就做得比较好 那SVG的这一个例子的话 这边是秀一个这个图 这个图它就不是秀这个 它是有点 这个图它是秀一个 Polygon Point 它这边产生的这一个 呃 Fear的是 所以它这边秀是秀 这个图形它是用点连成的 然后呢在某些区块里面就把Fear的颜色 所以它秀的是秀的座标 它不是一张图 它不是一个JPG 所以它是 它是用这个 它是SVG 然后用SVG有SVG的这个语法 Polygon Point 是SVG的语法之一 那 做这个Polygon 多边形 所以这个 像这个是由多边形 这个形形是由多边形的点 画出来的 那可以设定某些部分 基数偶数某些部分的颜色 可以在这里做设定 这不详细看 SVG 然后呢 Canvas SVG的比我们就不看了 Geolocation 这个 地理的位置 地理的位置的话 你要看看有没有这个check 有没有地理位置的支援 有没有GPS 那有的话呢 那就可能 就可以秀出来 那我们现在这里上面没有的话 我看看这里没有秀 那 看看可不可以get到 但是它会有透过Wi-Fi get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try一下 你要把我们要不要泄露给它 我们要泄露 OK可以好 那这个 这个不是透过GPS 这是透过Wi-Fi 那 那 Longitud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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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的时候呢 去做Get Location 然后我们在下面script里面 Get Locat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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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话我们就GetCurrentLocation 然后ShowPosition 那 那如果有的话可以就Show 那不然的话呢就是InnerXML 这个 那 那 那ShowPosition的话就Show它的这个 把这个location的精维度放到 这个 InnerXML 把它变成 就是 变成前面这个XML里面的精度维度把它放进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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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try的话 那 那 它就把 那是刚才是浏览器问我 然后就把它的精度维度放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 所以 所以这里是一个 呃最最基本的Get Location 那 那error的这个已经有了 那 还有web storage 还有app cache 还有这几个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呃 因为要下课了 这个 这个 后面这三个我们等一下看HML 5 Rock好了 这一部分我们先到这边为止 好吧 那 那 那剩下的那个部分我们到 到下面的那个 都藏 对 这一部分 就是我 那下课